前面再讲一些一些比较一些统计性的一些运算 比方说萨姆 比方说我们之前我们讲一个列表的时候 比方说统计类型的 比方说我们之前是一个列表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用sum函数 一二三四等等这样 这样我们就可以求出来一个值 那么我们的error我们可不可以呢 来看一下 A是不是 A是这样的 我们可不可以sumA呢 这里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求符 求符 这是求符 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A呢 传给我们这个 可以看一下 print 第一号呢是列表求符 第二个呢是输组求符 这个时候我重新定义一下A吧 A等于Nambi.4 是三乘三呢 三乘三 嗯 三二点三 不定义类型了 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个 sum对这个球盒的时候呢 他用到了是一个 如果是我们是EV的时候呢 他用到了是返回的 在这里看一下啊 他给我们的 这是EV球合 数组 就EV球合 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数组是多维的呢 大家看一下 数 多维球合 这里我们把它 算成三 大家可以看到呢 他只是给我们取了 我们的每一列或者每一行 这的一个 为了这个演示方便呢 我们可以用它 生成一个 我们用列表生成一个 Arrow 我们生成一个 这样的 就是 一 二 是吧 我们生成一个 三 四 这样呢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它是四六 也就是说 他把我们的呢 这个 每一列对应的 他给求了一个合 是吧 那么其实呢 在我们这个 Numpe中啊 是吧 它是存在着一个 Sum这样的一个函数呢 比方说我们 此时呢 我用这个A呢 去求的 他把我们总的这个合 给求出来了 如果 Numpe.sum 那么我们如何 像这个sum一样 像单纯的这个sum 内置的sum 这个求和函数呢 去求这个对应的四六呢 那么 Numpe中呢 也是有办法的 比方说 我们是 此时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参数 如果是零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就是四六 也就是说按列 是吧 这里呢 就按行 是吧 每一行 这第一行 第一行呢 是三 第二呢 是七 是吧 这就是Numpe 大家一般在 在做这种 还有这个 同理呢 还有这个什么 max 还有这个max 比方说我们max 这个A吧 是这样 这里还是不可以的 比方说我们 Numpe.max 这里呢 是可以的 我们依然呢 也可以指定 这个 是哪一个 是行 还是列 是不是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建议呢 是用Numpe.sum呢 去做求和 或者是最大值 最小值 因为呢 他对这个 对这个什么呢 对这个 求和啊 他做了一些 一些优化 比方说呢 我待会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 他那个 结算效率 稍等大家 因为我之前呢 在讲课的时候呢 我生成了一些数据 生成了一个函数 比方说我们这里 我们用生成一个 big error 我们用这个函数 我们用Numpe.random random 是不是 我们rand 这个函数呢 比如说我们给他10呢 他就帮我们生成10个随机数 是不是 这个时候我们100 我们可以生成1000 是不是 这样都是可以的 我们把它呢 复制给一个 我们叫复制给N吧 这个时候 这是我们这 实际上是那个 意味速度 这个时候 但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 python这里呢 我可以来 讲一个 叫什么呢 叫notebook 使用 小技巧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呢 你可以使用time it 来 然后是 代码 这里呢 我用 markthon 好一点 代码 此方法 来 判断 程序的 执行效率 执行效率 比方说 如果我用 sum 是吧 对 a 求和 对n 求和 这个时候呢 他求出来 但是呢 我不知道 他的这个 运行效率 倒是是什么样的 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用timeit 这个时候 他就对我们 这个 这一行代码呢 重复的 进行运算 然后呢 给我们出一个 小小的报告 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 每 最 最好的三个呢 是 1.54毫秒 是吧 每一次循环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下 我们这个 napit.sum 大家看一下 他的真效率呢 会不会 有什么呢 不同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只用了 11 微秒 是吧 跟这个毫秒 还是差距 非常大的 所以呢 推荐 在下面 这一行 这也没用 由上代码 代码 可以看出 numpy.sum的 执行效率高 推荐 使用 这是我们推荐的一个 使用的一个 numpy的一个 这个课呢 这一课呢 我们稍微 稍微往后延一点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 这个内容 没有讲到 稍微拖一点点 比方说 我看一下 哦 对 这个刚才 我们是讲了 这个运算 讲了统计 然后还有 我们讲了一些 比较 这里呢 我们叫比较 比较 比方说 我这里呢 我们生成一个 a等于numpy.error 我们用 我们用列表的形式 range 是 是吧 是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把a呢 跟这个 3 我们看到a与3的 大小的时候呢 它会给我们 返回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它会给我们 返回一个 新的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呢 就是说 如果第一个数呢 大于3 大于3呢 它又 是 因为第一个是0嘛 这里我们看一下 a嘛 是0 它肯定小于3 它就是false 所以呢 它就是一个false 处组成的一个 新的数组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 deep type呢 是不二类型的 因此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 不等于3 是吧 一样的 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发现 不等于3的时候 我们发现 只有到3的时候呢 它是不等于的 这个时候呢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 虽然你比方说 我们 a 等于a 这个时候呢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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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两个的 数组呢 也是可以进行 比较的 它 它就是呢 一比较 这里呢 我给大家 也是看一下 这个表格 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 同理呢 同上面 我们的这个 加减法 是一样的 它 这些操作服呢 跟后面的函数 是等价的 那么这里呢 这些操作服呢 跟后面这些呢 也是等价的 这是我们的这个操作服 比方说 我们还有难配点 知道 如果比方说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呢 我们还有难配点 哦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我们 a吧 如果 a里边 没有false 它就认为是 如果全部为那个 处的话呢 它才会返回 返回这个 比方说我们a 返回一个处 我们a大于负1 这个是不能 它肯定是处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值呢 都是大于负1的 是吧 还有相对应的呢 我们还有 np.n a大于负1 也是一样的效果 np.all np.ending 这是我们的一个汇总 好 那这里的课 第一节课呢 现在到这里 后面呢 我们还有留意了一点 南比的一些 一点小北 下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再讲一下 好 同学们先休息一会 好